欢迎收看僵尸末日生存指南 我们带着武器杀入了这座充满丧尸的大商场 此刻的我们已经被丧尸逼入了绝境 大家请看我灵巧的步伐 每一次都是险象还生 险些被丧尸抓住 咱们在这里不能有稍微的停顿 我们需要在这个商场拥挤的内部 找到一个空白地带 以足够我们的加特林倾泻火力 至于咱们为什么要在商场内部跑动呢 一这样可以拉动僵尸 僵尸移动过后它会一直追着我们 它之前所待的地方就会形成一片真空地带 我们在面对僵尸的时候呢 一定不要停留 头脑一定要非常的冷静 才有可能逃出生天 就在我们即将走投无路的时候 我发现身后的位置是有一些空挡的 咱们可以缩在这个角落清理僵尸 此时呢我们的丧尸游戏 俨然成为了抢滩登陆 但是这个位置呢有一点不好 就是四面八方都会来僵尸 我们扫射上面呢就顾不了下面了 等到丧尸的数量成规模呢 我们就无法抵御了 只能呢再次逃跑 咱们呢来到另一处的门口 希望呢再找一个类似的角落 把丧尸呢再清理一次 可是呢和刚才一样啊 四面八方的入口呢 导致丧尸围得越来越多 咱们呢只能凭着自己的身法 灵活走位 趁着丧尸还没有包起来之前呢 杀出一道血落 这样呢杀到了商场的中央位置 我们刚才呢也清理了很多的丧尸 那么现在呢让我们打开地图 看看到底还有多少 丧尸呢并没有明显的减少 但是中间区域呢 给我们留出了一块空挡 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 在我们逃避丧尸追击的时候呢 发现了一个只有一个入口的白色柜台 现在呢我们只需要一个电视机 还有一个微波炉 就可以堵住这个入口 刚刚好发现了一个 咱们趁着丧尸走得慢了 没有追上来赶紧拿走 再把它放到柜台当中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开枪吸引丧尸了 只要枪声一响呢 丧尸啊自然是源源不断 主次战役呢一共进行了 现实世界的两个小时左右 咱们呢采用加速处理 好不容易呢才清完右半部分的丧尸 左边的呢丧尸更多 卡的你啊根本没法动 那么左侧呢咱们采用加特林来清理 加特林的扫射效果是非常强大的 军军呢开一次火呀 可以搂倒五个僵尸左右 这么多僵尸呢 到最后甚至把我们的加特林啊 耐久都给打没了 直接报废 好像是呢是僵尸越来越少 尸体呢已经堵成了一个地板 那么这一边下去呢 让我们看一下到底清理了多少丧尸 开始看呢是清理了二分之一的其余 不过呢我们再往后拉 慢慢走远可以看到 大部分丧尸还是没有清掉 不过我们已经清车熟路 倒一个围栏呢 把自己围起来疯狂的倾泻着我们的子弹 等丧尸越聚越多的时候呢 怪事发生了 电脑呢直接弹出内存不足 我这可是32G的内存呀 紧急着呢游戏就死机了 等到我们再次上线呢 满地的丧尸啊 借金化成了森森白骨 我们呢可以很高兴的宣布自己 占领了这座超级大商场 接下来要做的呢就是采摘胜利的果实 看看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好玩意儿 不过呢在这个地图当中呀 还是有很多类似超级肥肥的各种各样的建筑 医院监狱任正的武装基地 这些呢都想等待我们一一探索 千万不要错过 咱们呢下期再见